上次的故事我们讲到了这个钱大鹏和谢文东 他们两个人喜欢同一个女生 这个女生叫周子星 还没有看这个故事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 可以打开这个链接 我们今天开始第三章 第三章的名字叫去书店 书店 星期四晚上 很多学生都在一起说话 谢文东不在 两个男生问钱大鹏 大鹏你是不是喜欢周子星 没有 你们听谁说的 大鹏说 没有人说 可是大家都知道了 两个男生笑了 好了好了 不要笑了 对 我是喜欢他 那又怎么样 我们 again 这个是那个扫地机器人 他经常以为我们在叫他 闭嘴 钱大鹏也笑了一下 我出去走走 这时候 钱大鹏看到了周子星 周子星 这么晚了 你一个人去哪 钱大鹏问他 周子星看了看 钱大鹏 他笑了一下 我要去书店 那个很大的书店 钱大鹏问 对 这里有车 可以去那个很大的书店 周子星笑了笑 你回来的时候 你回来的时候都要九点多了 你一个人回来 不行 我 开车 带你去吧 钱大鹏笑笑说 周子星 我们走吧 车在那里 第四章 第四章的名字叫 很生气 你们猜是谁特别生气 我觉得是 谢文东 谢文东晚上在外面和朋友吃饭 回来的时候 他看到了钱大鹏在车里 车里还有周子星 你不是我的朋友 文东大叫 可是大鹏什么也没听到 开车走了 文东很生气 他马上叫了车 也去了那个书店 到了书店 周子星跟钱大鹏说 你去哪里 我去外面走走 钱大鹏说 过一会儿 我开车 带你回去 周子星说 你和我 一起去吧 你可以看看 有没有你喜欢的书 钱大鹏想了想 和周子星一起去书店了 谢文东看到他们去了书店 谢文东也去了书店 过了一会儿 周子星跟钱大鹏说 大鹏 我们出去吃一点东西吧 他看了看周子星 说 好 说完大鹏和周子星去了书店 外面的小吃店 小吃就是 snack 或者street food 小吃 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五章 第五章 是不是好朋友 在小吃店里 人不多 钱大鹏说 点你喜欢吃的小吃吧 点就是 点菜 这里的小吃都很好吃 周子星笑了笑说 谢谢你开车带我过来 你点吧 这时候 钱大鹏听到一个男生叫他 钱大鹏 他好像很生气 谢文东 你怎么在这里 钱大鹏说 谢文东生气的看了看钱大鹏 你和周子星怎么会在一起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不是你想的那样 他要来书店 我开车 带他来书店 我都看到了 谢文东说 你们两个在一起 多长时间了 谢文东 你在说什么 周子星马上说 我没和钱大鹏在一起 他也不是我男朋友 钱大鹏 谢文东为什么那样说 周子星问 钱大鹏不知道对周子星说什么 他看谢文东不说话 他也不说话 周子星说 好吧 要是 要是 要是你们都没什么要说的 那我走了 他走了 谢文东说 钱大鹏 你怎么能这样做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我做什么了 我什么也没做 钱大鹏又说 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谢文东 谢文东 小心地说 要是 我没有来这里 谁知道你们会做什么 谢文东 你听我说 我和周子星不是 男朋友和女朋友 说完 钱大鹏生气地走了 这个是今天 我们是好朋友 这本书的 第三章 第四章和第五章 我们下次会继续 看这个故事 现在的故事线 我觉得 比之前要精彩一点点 你们怎么看呢 在评论下面告诉我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